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在天气方面 今天清晨的时候明显可以感受到气温的寒冷 那么在今明两天入夜 尤其是要将近凌晨的时候 那么气温可以低到华氏30到40度之间 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 温度又会回升接近华氏60度 那么也就是说入冬的情形更为明显了 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位居在Montrose的这一个Irish酒吧 叫做Griff Irish Pub 今天凌晨5点钟的时候突然起大火 并且警方表示损害情形非常的严重 可能这一个算是在Montrose具有历史代表性的爱尔兰酒吧 从此呢就要不再存在了 那么现在警方正在调查他起火的原因 好 再来看一下 这是发生在Waller County的一个非常恐怖的分尸案 那么受害者呢跟他的新婚的先生在去年10月份才结婚的 他是叫做Angie Diaz 那么他的先生是Jerad Dykus 两人似乎在大家面前过着都是十分甜蜜的婚姻生活 而Jerad Dykus呢平常也没有任何的暴力倾向 而是在这个星期四应该是昨天他的父母发现 在他们家中有这个非常恐怖的惨剧发生之后 是由他们的父母来报警的 警方抵达现场之后发现Angie Diaz呢 他不但被谋杀而且还被分尸 他的连头颅都被先生砍下来 所以说现场非常的残忍恐怖 诊案正在调查中 不晓得是否跟用药或是毒品有关 好再来我们关心的是Harris County这个监狱当中 有许多不但是暴力致死的案例 还有就是疏于管理 如果在Harris County监狱当中的罪犯 他们本身有任何的就是需要医疗照顾或是长期需要服药用药的条件呢 几乎Harris County都没有做到 那么其中就有一名是因为酒驾而被送进监狱当中的 那么这一名男子呢 本身他有一级糖尿病 他需要打因素灵得以存活 但是呢他被送进Harris County监狱之后五天 就因为没有得到因素灵而最后不幸身亡 那么根据13台的调查之后发现 在Harris County去年就有25宗罪犯因为得不到适当的医疗照顾而身亡 所以说虽然是罪犯被送入监狱当中 但是他们仍然有他们本身的基本公民权利 所以这种疏于管理的情形 已经让Harris County的应该算是监狱的局长 在几天前已经请辞了 所以说到底这个Harris County的监狱当中的情形是否能够改善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明显迹象 好那么在过去这个weekend 大家都很讶异的就是这名华裔女老师 在A-Leaf小学教课的温低段呢 被他的不晓得是先生还是男友开了树枪打死 那么在昨天警方表示 他们在Lusiana逮捕了这名杀害段老师的凶手 已经要将他引渡回到Houston 好另外呢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这一个发生在加油站的谋杀案造成一失两命 因为当时受害者是一名20岁怀孕8个月的母亲 当时他和他的男友开车到加油站 结果突然来了一部白色的车子 向他们两人的坐车发了许多的子弹 结果造成他死亡男友重伤 那么在昨天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这一名凶贤 也是今年20岁的Kaelin Hollins 那么这一名凶贤其实当时案发的时候 他已经是保释在外 当时他有两个严重的犯罪被保释在外 而又干下这个滔天大罪 那么昨天法官给了他100万元的这个金额 作为保释金 希望他应该不要再被保释出来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则消息 那么休斯顿的NBC第二台 在星期二报导德州论坛报的统计 那就是德州州议会2023年会期在星期一开会的时候 虽然女性和非白人族裔的议员都明显的增加 但是仍然是以白人男性偏重 保守州居民看到这则报导之后 许多人愤怒的指责NBC和德州论坛报蓄意煽动分裂 德州论坛报指出202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 是德州的Hispanic人口已经与白人人口不相上下了 各占40%左右 另外20%是众多其他族裔所组成 但是如今州议会里面 Hispanic的议员只有25% 许多共和党周民看过报导以后表示 投票制度是让选民自己做独立的决定 出现的结果就是民意的体现 不管到底肤色是什么颜色 NBC和德州论坛报都是左倾的媒体 没事找事做 这样的分析报导显然是希望扰动民心 让民主党的候选人在将来得到更好的立足点 或是宣传点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 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和weekend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